范冰冰不仅人美又有钱,邓超无意说出,李晨为何迟迟不娶她的原因 范冰冰不仅人美又有钱,邓超无意说出,李晨为何迟迟不娶她的原因 范冰冰本身就是豪门,要嫁给爱情,范冰冰和李晨的恋情,从一起投的不被看好,到后来演变成网友催婚,这也真是一幕戏剧化的改变 不管什么场合,什么地点,总有秀不完的温爱,传不完的浓情,真的是甜美似世人,感受非常甜美的一对夸娇情侣 本来提到两条我,走到一同也真是不随意,各自都阅历了一些激情的伤痛,才得以修成正果 被粉丝鞭冰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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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冰 再看看这两人,三天两头的秀恩爱,什么时至相扣逛街,两人合体录节目拍大片,让无数粉丝爱戴都来不及。 李晨经常带范冰冰回家,并与家人合影,看出了李晨在家庭这方面很有孝心,坑叫着便是跟着结婚去的,所以才带回家。 可是从相恋至今,却并没有两人要结婚的好消息传出,那么憨厚的大黑牛怎样就迟迟不肯赢去范冰冰的好姐妹连心如何赵薇,都已经晋级为人母了,就连小好几岁的Angela Baby也已经和黄晓明结婚,生下小海绵了。 莫非范冰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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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极有的大事两小我都很看重,并且李晨牵手范冰冰将两人在圈里的事业推向了一个新顶峰,不管是在人际方面仍是在西津方面都很有辅佐,如许的机缘是不成多得的,两个不能错过。 由此看来如许岂不是更好?大家怎样看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